好,同学们,我们继续开始 好,我们看下面一个句型 がたい和かねる 它们的变形 那么,首先的话呢 这两个都是结尾字 所以结尾字的话呢,就明白了 前面的结续的话呢,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 先说题外话,かねる的话 我们其实跟谁去再去一块背呢 跟かねない 还记得吗 所以かねない什么含义啊 不是没前列子啊 是恐怕 一个消极的可能性 那么跟他一块背的话 再加一个おそらくある 这一套要一块背的 おそらくある 恐怕怎么怎么样 应该是一套里面背的 好,这个题外话 这个跟这两个 我们和かねる是一块来背 好,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呢 主要是要区分一下 なたい和かねる 它们什么区别 なたい有汉字的 就写难的 而且在我们N18里边 还会学到一个ni katakonai 就是不难怎么怎么样 就是把它给否掉 不难理解啊 不难想象啊 那么N18里边 是会有它的这个一个句型 好,那么我们看看 先看相同点啊 第一个 接续相同 那肯定啊 都是接维词嘛 前面呢 都是接动词的mashing 对啊 因为接维词就是接动词的mashing嘛 好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表示什么呢 很难 对 这两个句型啊 都是表示很难做模式的 含在这边 但是的话呢 它的意思和用法的话呢 还是不太一样的 门啊 但我们往往是表示一种 什么很难呢 注意点啊 心理上很难做模式 对 心理上 所以我们曾经在初级阶段里边 学会个nikui 同学们还记得吗 nikui的话呢 它表示什么呢 物理上的 比如说这个门啊 很难关 这个笔啊 很难写 这个发音很难发音 那么这一些的话 属于我们基本的物理上的一个 很难做模式的意思 当然是的话呢 nadai的话 它表示心理上 心情上 认为这件事很难做 是本身跟我们的初级阶段里边 所学过的nikui 就有本质的区别了 常语表示认识啊 说话啦 你做种比较相对而言抽象的 意义的词啊 来代配使用 我说写很难写 这只笔啊 很难写 那我肯定不用nadai了 我用nikui 用kaki nikui 我说这笔啊 它不出水啊 老不出水 很难写 那么我用nikui好一点 但是的话呢 nadai的话呢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这是个无要可救的一个人啊 eskui nadai 你先想看 无要可救 无要可救 难以救 对不对 那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一种认识上面的一种含在里边了 比如说 忘记 nadai 难以忘怀 对不对 那么难以忘怀的话呢 也是心理层面的一种 啊 这种难以做模式 这种文化就跟nikui 就不能够去互换了啊 好 那么karnel 虽然看上去好像karnel 是一个肯定写法 但其实的话呢 它是一个否定的一个含义 它也是表示 难以做模式的意思 所以karnel的话呢 虽然是否定写法 但其实是一个恐怕的意思 而且互相含义没有关系的 它们并不是互为对正反词啊 注意区别 那么karnel 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从说话人的立场 和状况出发呢 很难做某事 为什么呢 或者在做某事的心理上呢 有抵触感 并且常用于服务行业 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啊 在我们的商务里边 karnel 是用了非常多的 在我们商务里边啊 那比如说 我难以赞成您的意见 是吧 比如说 我难以赞成您的意见 那么为什么我不赞成您的意见呢 其实呢 它里面带了一个什么语感啊 就是我发自内心的 其实还是想赞成您的 但是的话呢 由于我的立场和状况的话呢 我很难这么做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显得很委婉 所以我们一般在商务里边 非常委婉的 很礼貌的 来拒绝别人的要求 或者请求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一般都会用 karnemasu 所以sanse shikarnemasu 是很常见的 或者我难以明白 wagari karnemasu 其实我是想明白的 但是的话呢 出于我的立场和状况 我难以明白 那不是我不想明白 是我难以明白 对不对 所以比较礼貌的口吻在里边 商务里边用很多 或者呢 做某事呢 心理上有抵触感 这个也有 所以这两种难以的话呢 应该说 差别还是挺大的 比如说 看一句啊 kono shibai wa todemo ukei rengatai 那么这次失败的话呢 我难以接受 那么这里todemo什么含义 todemo同学们背的 比较熟的是第一个含义 就是成都夫子 很啊非常啊 但是的话呢 这里todemo的话 应该是它第二个含义 怎么都怎么也 我努力过了 我还是不行 我怎么都难以接受 u kei rengatai はい kono shibai wa todemo ukei rengatai そのken ni tsite wa 私には答えかねます 表示我无这个能力 这是一个主语的名士 有你的啊 那么关键事啊 ken ken比较偏商务化的口吻啊 那么关键事的话呢 我啊 难以回答你 那么出于我的立场呢 我的状况 虽然我发自内心的是想回答您的 但是出于我的这个状况啊 我的这个立场的话呢 我是难以怎么做 所以我是很委婉的拒绝了您的要求 所以我们用kanemasu 所以我们在商务里边 听好了啊 我们在商务里边的话 一般如果我们要去对对方客户啊 表达一个我难以这么做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一般很会用kotae kanemasu 用kanemasu来表示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句型啊 naninanika naninanika no uchi ni 这个还记得吗 对啊 就意旧的意思嘛 看到没有 他是他 图端啊 这个我还记得吗 他有汉字的 是图端 是名词吗 时代 还记得吗 时代 他的发音 你时代 不要你时代啊 时代 好 那么相同点的话呢 而意思呢 基本相同 他们都是可以表示依旧的意思 都是表依旧的意思啊 那接续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naninanika naninanika no uchi ni的话呢 那么 上面写前面是动词的词书型 加kata 后面动词的naninika no uchi 对不对 对接续肯定不一样 而他所谈的话呢 那么我是让同学们把他背在里边的 他就是一个接续嘛 所以的话呢 前面接 同词他型 totan是一个词 前面他的话 应该是接续的 为了方便你 记接续的 是帮你放进去的 看到没有 那么时代的话 接续肯定是 前面的话呢 接动词的mas型嘛 他接续肯定是 接续肯定是 动词接的是mas型的 对不对 所以基本的接续 不一样 那是应该同学们知道的 知道不是问题啊 那么主要还是一个用法的不一样 用法的不一样 这边写了好多啊 我再看一看 首先的话呢 naninika naninika no uchi ni 相当于哪个语法呢 naninari no ato すぐ 次のこと が起こる 什么含义呢 就表示啊 前后项啊 看好了啊 几乎同时发生 对 他们是几乎同时发生的 强调后项啊 间隔之短 naninika naninika no uchi ni 基本上 前向还没做完呢 刚刚做完呢 后来就发生了 几乎同时发生的 这句话的含义 比如说我给你准备个例子 比如说椅子に座る 好 那么这个词 我们后面该怎么接 怎么怎么样 コワレてしまった 所以我想问我同学们啊 我这句话 到底用naninika naninika no uchi ni 还是用tatsu dani 来做 好 我们先来把这看一看啊 那么tatsu dani的话呢 相当于tara 然后呢 になった 然后怎么怎么样了 发生一件事情 后项的话 作为医疗之外的 事情 所以我一般希望 同学们怎么来 来记啊 这个句型的话呢 后面一般是接什么呢 消极的 偶发的 意外的 记下啊 它的后句 往往是接消极的 偶发的 还有那个呢 意外的 所以tatsu dani的话呢 tatsu dani啊 它后边 那后边啊 一般是接什么呢 消极的 偶发的 意外的 那我们这说是 医疗之外的事情 并且是什么呢 说话人啊 亲历的 已经发生的事情 剧末的话呢 简直过去是 这也很关键啊 它和后面 期待要做对比的 因为这件事情的话 应该已经发生过了 应该已经发生过了 不是说 他一来咱们就走 啊 我咋算 小王一来呢 我就走 走就走 这是就不能用 啊 这个了 这是不允许的 因为刚刚我的例句里面的话 后面一个还没有发生嘛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哎 我咋算 小王一来 我们就走 那肯定是不能用这个了 好 那么他因为用他行 所以这句 这个一句的话 它带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事 前向已完成 后向才发生 换句话说 这个的话呢 前后的一个先后顺序啊 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感觉 前面先要发生完 后向才能发生 所以我刚刚知道题目啊 我再问一下啊 那么中文翻译就是 我一坐上椅子 哎 椅子又坏了 那你说 我是该用 哪里哪里看 哪里哪里看的物件 你来造就好呢 还是用 他 来造就好呢 第一句 椅子に 座るか 座わないかの物件 第二句话的话呢 椅子に 座った 不谈に 座わってしまった 你觉得 哪个好一点呢 我再说一遍啊 两句话啊 第二句话 椅子に 座るか 座わないかのうちに 座われてしまった 第一句话 那么第二句话的话呢 椅子に 座った 不谈に 座われてしまった 那句更加自然一点 应该是 对 下面这一句 为什么 很简单呀 你想想看啊 你要坐上椅子 对不对 上面这个的话呢 你坐上去呢 又还没坐上去 几乎坐上去 椅子坏了 那你是 有气功吗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 完全坐上去了以后 对不对 他行 坐上去了以后 坐上去了 椅子坏了 所以这一点就吃疯了啊 何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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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vers 你的话呢 几乎是没有先后的 几乎是与此同时的 看到没有 刚刚你的 哎 坐上去 一刹那 坏掉了 没那么快啊 对不对 因为坐上去了以后 才坏掉 所以的话 这句话正确的应该用上面这个来解释 椅子にスワッタ ホタン 壊れてしまった 好 看世代 那么世代的话呢 相当于何々の後 すぐに何々する 对了 这边是する 看到没有 这边是なった 看到没有 所以上面那个トタンに的话呢 一定是句目 一定是过去的事 一定是已经发生的事 而我们世代的话呢 它应该是后面是 看到没有 动词的原型 换句话说 它是叫要发生的 后像是有意识的 自己的行为 那由于后像是即将要做的事呢 所以不能用过去事 所以比如说啊 我一到上海啊 就给你打电话 我一到北京的话呢 就给你发个信息 那么我到了没有呢 我还没到 那我一到之后的话 就会给你做的 那我还没有做件事 对不对 那这时候的话呢 就不能用这个了 那比如说你用这个 他总当于的话 给你什么感觉啊 我一到上海的话呢 就给小王啊 发送信 那么再讲 以前发生过的事的话呢 那这倒是问题 还不是很大 那这个的话呢 是世代 而且这个世代 往往我们也是用在一些商务场合里面的 比如说 我一稳定下来 就给你发一份邮件 这种含义 好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句啊 授业が終わるか 終わないかのうちに 生徒たちは 教科書を片付け始めた 片付け始めた 什么意思呢 课呢 刚一结束 几乎同时的 老师可能还没有说下课时候的话呢 学生们在那里了 授业がね 授业が終わるか終わないかのうちに 生徒たちは 授业と 这个指高中生含以下的 大学生以上的话呢 就用授业了 大家都知道啊 授业が終わるか終わないかのうちに 生徒たちは教科書を片付け始めた 下面一句啊 駅を出た途端 大雨が降ってきた 那后面他写着 毫无疑問的 那么后面的话呢 这个 后面啊 一般是什么事呢 消极的 offer的 意外的 你看 我一出车站下大雨 那不很亏吗 对不对 那么 出发点 而且的话呢 一定是我出了车站以后 不是说我正要跨出车站 然后下雨了 没有这么的间隔 这么短 应该是我出了以后 就这么走了点路 哎 下雨了 对吧 我一出车站 最期末我出了 所以他有他心 看到没有 换句话 他这个 依旧的话呢 一个非常明确的 一个先后的关系 就是看一句啊 向后 你通知 联络 那么很明显 你还没有 联系我 他后面 不是他心 看到没有 他是一个 希望你这么做 一个要求 向后 就是到对面 你到了对面之后的话呢 时代 你就 所以这个是比较商务化的口文 比较正式化的口文 你一到对面的话呢 你到那边 就立刻对面 跟我联系一下 那很明显 你还没有联系过 所以这个 时代 是不可以换成土坦的 也不能换成这个啊 对 看见没有 一般也是他心的 向后 你 起 啊 不 起 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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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着 吧 联络 して 下 好 下面个句型啊 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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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接续 与 不同 那么 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 看 他 头 那肯定不一样了 他的话我们一般怎么接啊 一般我们在初级班里面 学过一个 看 摩 系列 内 同学们还记得吗 对呀 或许的含义 对不对 是我们在初级班里面 所学过的一个 可信度最低的一个 被断定的表达方式 当时我们就这么说 在我们的眼里 应该是一个 卡 加一个 摩 加一个 系列 内 而且后面我们还能换 口语里面的话 讲卡 摸就可以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的 说穿了 他的接续 就是看这个卡怎么接 当时就说过 卡前面怎么接 对 一般是最简洁 何为最简洁呢 那这边也是一样的 动词的辅宗型 换句话 接原性也可以呢 接他性也可以 或者我们呢 直接接名词 什么都不用变 所以所有的 卡 开号的语法 都怎么接 包括你学过的 还记得吗 都是一样接法的 换句话说 我们很多接续 只要看我们最开头 那个词就可以了 换句话说 你所看到的 开头的句型 我们一般都那么接 我们都那么接 但拖就不一样了 拖是引用 对不对 引用前面 应该是一句话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看见没有 句字的普通型 所以换句话 我前面要加几句的 那名词的话呢 拖到这个话呢 名词后面要加答的 要结句嘛 但是的话呢 它可以省掉 所以名词倒是直接可以放前面的 含义也不一样啊 就差了大了 对不对 含义也肯定不一样 卡 什么含义呢 其实卡 这里的卡什么意思呢 就是货的意思 那么 那名词有something啊 大家同意们还记得吗 那名词 特殊英文词后面这卡的话呢 表示一个不确定 有什么的 我们用书啊 还是什么的 呀呀 风太大了嘛 可能 指头要 要被吹掉 对吧 纸张啊 要被吹掉 所以我们用书 who can 那名词 所以卡表是货 用书 货是什么 something else 含书在里面 那么 表详犯指 他表示犯指 不确定的 那他这个不确定 就是 哪里改来表示的 那么 什么的 这个含义 那么 toka表什么意思呢 toka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省略写法 toka you 或者什么呢 toka kiku 听说的意思 他表听说 这个含义 他表示听说 这个含义 那么 这个kara 插在里面 表什么意思呢 拖语啊 对呀 kara 插在里面 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表示 不确定 还记得吗 kara可以表示一个 不确定 对不对 对 表示对传达的内容 不是很有把握 对我这么听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这样 我也不知道 好像听说是 怎么怎么样的 那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也不敢打包票 这个含义在里面 好像说是 什么什么什么的 讲 讲的好像 很真一样 最后来个toka you 好像是那样说的 所以 在做传闻时候的话 这个讲法 也是很常见的 那注意了 这个不是我们初级班里边 所学的什么什么 啦 什么什么 啦 那个含义的 那个是toka toka的含义的 另外一个toka了 我们这边区分的 还是我们中级 N2蓝宝里边的toka 好 我们来看那句 哈哈 towel ga nani ga o kattekita yoda towel 怎么含义啊 毛巾 towel 那么 那么 那么说那个毛巾 那么我们洗脸的 那么用face towel 对 日语有的讲法的 face嘛 脸嘛 那么 我们这边其实哦是可以省掉的 那么他有可能会购买的 似乎是 妈妈似乎是 妈妈似乎是 买了毛巾啊什么的回来了 是不是毛巾呢 那我也不是很确定 好像看那样子好像是毛巾什么的 也有可能是坦子 比较想要坦子 不知道 他也不能说很确定 母はタオルか何かを 買ってきたようだ 下面一句啊 山口さんは有給を取って 実家に寄生したとか 那么有給啊 三分之后叫年价 有給 那么请价 取る 这个词で大家知道一下啊 山口さんは有給を取って 実家就是老家 娘家 寄生 就省清啊 那么这边跟Poka的话呢 你可以写拳 Poka 言 Poka 聞く 一般用聞いてた 听说 听说好像是 怎么怎么样 这个船 八卦船厉害了 一般在船的时候的话 一般我们都会这么说 听说好像 山口啊 请年价回家探院去了 好像是 那是不是呢 那我也不知道 我也别人的听来的 对吧 那别人的这个消息来源 是不是很准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叫Ka 插在了一遍 表示一个 不确定 再念一遍啊 山口さんは有給を取って 実家に寄生したとか 好 下面一句啊 Kara 言うと Kara 見ると Kara して 那么这三个我们看到很多 而且 我是让同学们这么来背的 Kara 言うと Kara 見ると 那么一般我们这边 Kara すると 然后的话呢 我写一下啊 Kara 言えば Kara 見れば Kara すれば Kara 言 って Kara 見て Kara して 所以我一般是希望同学们 是背这么几个啊 这不知道能看得清楚吧 最好是能知道一下啊 我念一下啊 竖的念啊 Kara 言うと Kara 言うと Kara 見ると Kara すると Kara 言えば Kara 見れば Kara すれば Kara 言って Kara 見て Kara して 一般我们这么来背 因为含义它们是差不多 你用と也可以 ば也可以 て也可以 这倒是问题不大 加拿我们经常能看得到 可能上面看得不清楚啊 这边擦了啊 我写的下面 我写的这吧 我写的这吧 Kara 言うと Kara 見ると Kara すると Kara 言って Kara 見て Kara 言了吧 Kara 言えば Kara 見れば Kara 寝れば Kara 寄れば Kara 行って Kara 見て からして 所以我是希望同学们的话 这么来背 根据我的方法来背 から言うとから見るとからすると から言えばから見ればからすれば から言ってから見てからして 这么来背 来 跟我来念一遍 这个的话有区别 但是横的话还是相似的 から言うとから見るとからすると から言えばから見ればからすればから言ってから見てからして 然后你来收 顺口 好 就不多说了 我们来看它们的相同点 都是一样的 因为就是から 这里的から什么含义 对 就是一个从的意思 那么从的から前面借名词的 所以的话呢 都是借名词的 都是表示判断评价的依据或立场 从什么什么来说 从什么什么来看 那么这个的话都可以表示 从什么什么来说来看都可以 那不同点在于什么地方 看好了 から有多的不同点 挺好的 它不能接在表示人物的名词后面 换句话说 你不能说 おさんがで言うと 不可以 东西可以的 事物可以的 但是から見ると的话呢 就可以接在表示人物的名词后面了 那不是表示人物名词的话 应该是没有取得吧 那么からして的话呢 其实是它第二个含义 这边是 所以からして原本呢 也有这个含义的 所以我只能说 からして有第二个含义 什么含义呢 从某个因素去判断整体 所以我一般希望同意们怎么办 怎么来背啊 单从什么什么来看 看到没有 所以以后我们在背的时候 我是这么来背的 讲到从什么什么来说 什么什么来看的话 我们一般要背几个 应该要背 九个对不对 来念一遍啊 から有多から没有呢 使用开来 一二三念啊 から言うとから見るとからするとから言えばから見ればからすれば から言ってから見てから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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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て几个意思 からして两个意思 第二个什么意思 单从什么什么来看 那这样来背的话就好背了很多 那么我们这边的からして主要这边还是属于它第二个含义的 从某一个因素去判断一个整体 别的不看啊 我从某一点来判断整个整体 那么上面这两个注意一下啊 你只要这个地方 记好就可以了 有から有多是不能够接在人物的名字后面的 这个你明白就OK了 那么刻意接到后面就不用多背什么了 好 我们来看看啊 例句啊 まあ 経営者の立場から言うと 業績を上げることが一番重要的 那么你不能直接接在経営者后面啊 你立場 注意发音啊 立場 迅读 那么経営者 那么我们从经营者的立场来说的话呢 提高业绩那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一番主要的啊 这边一番应该是父子的啊 父子 刚刚说过了 から言うと是不能够直接接在人物的名字后面的啊 けいしゃのたちばから言うと から言ったら から言うなら 也可以呀 と たら ば なら 四个都可以 用て也可以 换句话五个 我再说一遍啊 から言うと から言えば から言うなら から言ったら から言って 四个如果 と たら ば なら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て也可以用 含差不多 はい けいしゃのたちばから言うと ぎょうせきをあげることが一番重要的 第二句话啊 外国人の私から見ると 日本人はとても れいぎたらしい 他应该是表示我的什么呢 一个立场 我的立场 后面是我的平价 那么 在我的眼里啊 身为一个外国人 在我的眼里 那么から見ると 是直接可以怎么 跟在人物的一个 名词后面的 一句话就不能用から 有多了 外国人の私から見ると 从 在我 出名外国人的眼 这个立场来看的话呢 日本人是什么呢 非常什么呢 非常懂礼儀的 非常懂礼儀的 外国人の私から見ると 日本人はとても れいぎたらしい 好 下面句啊 このしにせ 这是很经典的一个 南读词 这个被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叫熟字训 熟字训啊 那么什么叫熟字训呢 就是说他这个老铺 看见没有 老铺两个字啊 老的话呢 也不念し 这个铺的话呢 也不念にせ 它是两个字凑在一块 念しにせ 这种写法的话呢 其实在日语里面 还是很多件的 应该说 写是这么写 念是这么念 这个我们中国的话 其实也有的 不是没有 那么这个在日语里面 称之为熟字训 如果再不一干 比如说像 我们比较明白的博士 Hakase 对不对 不不念哈 那那么 世年也不念せ 那么Hakase 对不对 我们再来举一个 明天 明也不念阿摩 天也不念した 日也不念した 他通在一块 你明天 念念明天 写写明日 念念 写写写老婆 那么这个叫熟字训 不要去对音 老不念戏的 那么铺也不念你写的 この新鲜的ラーメン屋は 外观からして 落ち着いた感じが 伝わってくる 什么意思呢 这家老店 拉面店 别人不看 单从它的外观来看 就这么样的 给我们那种 很沉稳的感觉 この新鲜的ラーメン屋は 外观からして 落ち着いた感じが 伝わってくる 好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 叫 カラコソ カラにほがならない 那么很明显 カ这边是表原因的 他也一样表原因的 コソ的话是强调前向 所以カラコソ是正英文的意思 那么 ニホガナラナ的话呢 不知道你还知道吧 他是写他 那么他是表否定的 换句话说 没别的了 就是这个了 他是一个很强烈的 排他的一个 限定的含义在里面 没别的了 就是这个了 就是这个原因了 这个含义在里面 他们的区别点 还是非常大的啊 好 那么相同点的话呢 很明显 因为カラ都是表原因的 所以的话呢 接句话是一样的 因为カラ表原因的话 前面一般接接句子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前面都是接 I句子的一个普通形 那么原形可以接嘛 他形可以接 那么意思的话呢 也是一样啊 都什么呢 强调原因 没有错 都是强调原因的 因为 コソ本来就是强调前向的 而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限定的 这个含义在里面 所以都带有强调口吻 都表示正是因为 但是不同点 在于什么地方 大家注意了啊 不同点在于什么地方啊 在表示原因时候的话呢 侧重点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第一个啊 卡拉科索 什么呢 带有说话人的 主观的判断 注意一下啊 他带有说话人的 主观的判断 不能用于表示 是客观的原因 他不能用于 因为主观嘛 这张主观的话 自然不能用于 在客观的原因里边 对不对 所以我说 正因为怎么怎么样 所以他更要怎么怎么样 那这种话里边的话呢 往往带有说话人 本人的看法在里边 并不是很客观的事实 一般的设为诚实 并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的话呢 卡拉尼火嘎拿拉奈 这个的话呢 有强烈的断定语气 为什么 因为尼火嘎拿拉奈 有这个语气在里边 因为尼火嘎拿拉奈 就是不是别的 就是这个了 说实话呢 他就是答的一个 更加限定的表达方式 答 朋友们还知道吗 答在我们初级班 也说到过 所谓的断定住动词 就是我们原来学的一个 比如说 我是日本人 我拿西娃尼宏敬 答 答就是断定的 换句话说 我不切得跟你商量 我该是什么国籍的人 我来告诉你 我是日本人 那么这时候的话呢 就用答 这个断定住动词来说的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他是这个答的 断定住动词 更加强调写法 那自然有 非常非常强烈的 断定的语气 所以这两个 明显就是不一样 我们来看 那么用法不一样 用法肯定也不一样了 卡拉扩索 应该用在至终的 那么什么呢 常用于 哪里哪里卡拉 コソ 哪里哪里 诺达 这个句型 一般它和诺达 会有相关联的一个语法 含义在里边 这个我们也知道一下 但是关于诺达的话呢 其实我总共是帮 统签文要补七个含义 包含了我的初级 中级 高级的三个级别里边 为各位来补充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 先不多说了 它是配合这个原因的 那么说明了 后面的一个结果 我们这边用诺达 来到说明 它基本的含义 那么卡拉 尼火干拿拿拿 的话呢 它是用在句末的 看到没有 用在句末的 那么常用什么呢 哪里哪里 诺达 哪里哪里 卡拉尼火干拿拿 这个写法 这个写法 注意了 这个写法说穿了 就是我们的强调句 而且还是一个什么呢 而且还是一个原因强调句 还是我们的一个原因强调句 之所以我会学 我会说日语 那是无外乎是因为 我好学过的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我们的语言 日本語 話せるのは一生懸命 懸命に勉強したから 我用打開可以了 我真的不用打 我用にほかならない OK 這就是我們很精鎮的一句 原因強調句 而且我也說過 原因強調句的話 是後面 只能用から 不能用ので 這我也說過 日本語が話せるのは 一生懸命に勉強したからだ 或什麼呢 からにほかならない 都是可以的 所以這句話 就是我們用在強調句裡面的 強調句的話 不光有原因強調句 還有一般強調句 這是我在初級教程裡面有談話過 這邊就先不多說了 好的 基本的用法不一樣 也看過了 好 最後我們來看看他們兩句例句 我們念一下 這怎麼念啊 過去 過去があるかこそ 今があるのです 什麼意思呢 正是因為有了過去 才有現在 對不對 正是有了過去呢 才有現在 好 看下去啊 成績が落ちたのは 勉強を怠けた 怠ける啊 怠ける 這詞我們肯定要背た 日本人罵他 狼鬼 我們說啊 怠け物 狼鬼的意思 怠け物 或樹懶 或者樹懶的意思 怠け物 勉強を怠けたからに他ならない 什麼意思呢 成績が落ちたのは 就是之所以 這是一個原因強調句啊 之所以成績會下落 成績が落ちたのは 那無非是不外乎是正是什麼呢 因為你懈怠了學習 成績が落ちたのは 勉強を怠けたからに他ならない 好的 本日們 我們的第一節的フォロー 到這裡